接下來要請黃潔議員 我剛剛看到有網友問說 你有沒有男朋友 看你要不要回應他囉 他有供應你 但是呢 那另外有個網友說 問這種問題是要供應要兩千塊以上 喔 太少錢了是不是 那就不好意思喔 多一點 但是剛剛 靳議員有提到一個重點 現在呢不只是 所有的外賓啊 一團接著一團來 大概是半個月平均就有一團 但是現在有一個 華府的智庫學者 有另外一個觀點 他說中國大陸 其實根本不用下一個裴洛西來 光是現在的大旱乾旱啊 就有可能引發 中國去對外侵略 真的是這樣嗎 喔 這個學者的觀點是這樣 因為其實歷史以來 水資源造成的衝突 其實是會造成地緣 政治上是有非常緊密的關係的 那因為現在中國的內部 除了說他們現在 長江到青藏高原 都有非常乾旱的問題 那他們的缺水 就造成了缺電 那缺電就造成資源分配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甚至會進一步影響社會的穩定 所以這個 所謂的水資源衝突 有可能讓這個國家是會引發 這個他們在地緣政治上的衝突 是歷史上是其來有志的 所以這個學者他的觀點 就是認為說 他們內部的造這些資源的問題 還有一些民生的問題 有可能在地緣政治上 讓他們藉由外部的侵略 來轉移內部的壓力 這個事情是這樣 那我比較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一點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Mini Soul 就是他們因為 他們當初這個品牌起來 是因為訪日嘛 是因為用一種 非常訪日的風格而起的 那因為現在中國內部的 仇日的情緒非常重 所以他們內部就有人檢舉 導致這個品牌要自己出來 特別澄清說 我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品牌 可是大家的民意的人都知道 他們從頭到尾都是在模仿 無印良品 那既然他們是堂堂正正的 中國品牌 為什麼一開始要用說 要用模仿無印良品的 這種風格而起呢 那事實上我覺得大家也是 中國人在對於這個Mini Soul 甚至是無印良品 反應也都很好 就代表說這個其實是有市場的 但他們卻一直糾結在 所謂的愛國情緒裡面 讓他們其實中國人內部 都是非常綁手綁腳的 還有一個剛剛講到乾旱 我對這個圖比較有意見 因為這個是中國那邊來的圖 他把台灣也放進乾旱裡面 拜託不用好嗎 我們沒有缺水 也沒有停電囉 不好意思喔 然後這個 現在中國有多乾旱 我們前幾天有講過 現在重慶四川那邊 大概43度 每天啊 包括了黃河也好 長江也好 見底了 很慘啊 所以缺水就會缺電 缺電 缺電就會有人抗議 有人抗議呢 可能習近平 就會想要往外侵略 但這個也蠻妙 最近網友轉傳蠻多 這個是 剛剛黃捷議員講 國民黨愛超 中國也很怪 連這個救火 因為缺水引發了森林大火 因為太熱了 有這個機車的救火隊 很神勇的去救援 結果呢 後來發現原來是P的啊 結果後來這個P的 藝術師也告訴大家說 沒有啦 不好意思 我是為了呈現這個英勇救援的畫面 不是故意讓大家誤會的 但重點是 大家真的都誤會了好嗎 你看嘗子 不要等說